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物影癸害癸害悟 这是一个难命 他是在说他的八字里面 劫财非常非常的多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对他是一种不良的状况 很多人就是很害怕比肩劫财 可是实际上这个八字 比肩劫财是不是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他天干出现物癸合 所以他剩下一个悟土 这个悟土就直接克癸水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八字他其实是什么 日主受克 而他的地支隐害合 所以剩下一个害水跟无火 所以各位 其实他在担心说他的劫财很多 可是实际上他的劫财 并没有真正的让他财运不好 反而他的财运是走的还算不错 可是各位 我们可以知道说 像这一种的八字 本命日主受克 他地支的好 他就必须要让他天干日主受克的 这个下 最少最少要能够维持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真正的重点 是在他的劫财很多吗 并不是 而是要如何去化解 物土克 癸水的这一个部分 能够让这个部分 维持更能减轻 这个八字 他才能够正式的好转 否则的话 只要一旦加重物土的力量去克 回水 这种情况下 这一种八字通常都是 好的 不灵 坏的会更加深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说 这个就是本命日主受克的八字 他最重要的一个点 不要再加重日主受克的力量 一旦日主受克加重的情况下 这个八字 所有的好 他会感受不到 不过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好 他都会感受特别深 所以该如何去解决 这些物土克 癸水的这个部分 请各位自行去分析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